接下来林静寅导师 我们听你说 来 看小智怎么介绍我的吧 14岁那年的寒假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 为了这个特别的计划 我去打了两份工作 而且每天要工作11个小时 第一个工作呢 是去一家饭馆里面 当服务员 第二个工作 是去一家戏餐厅 也是当服务员 我一开始认为 当服务员 可能只是去擦擦玻璃 擦擦桌子 端端盘子 但是没想到还要帮厨 所以每天早上10点的时候 就要把鸡腿里面的血块 全部清理掉 每天大概要清 上百只鸡腿吧 这上百只鸡腿洗完以后呢 这个手上的腥味 是洗一整天的手都清不掉的味道 就这样子 工作到了晚上差不多9点钟 去到另外一家西餐厅 这家西餐厅呢 比较时尚 来的人也很优雅 很喜欢给小费 所以在那里面呢 我也常常 有时候会收到一些小费 或许那时候 我长得特别可爱吧 很快的 这个寒假就过去了 开学了没几天 我父亲呢 就接到教官打来电话 喂 林伯伯吗 麻烦你来学校一趟 你儿子无照驾驶 后来我父亲才发现 我这么样努力打工 是为了 去买一辆 自己心爱的摩托车 他一直以为 我跟别人不一样 很上进 很想要早一点去体验 社会的历练 年轻的权力呢 是轻狂的 是直接的 是奋不顾身的 去完成一些事情 许豪杰是年轻的 是直接的 是轻狂的 不管是他的人 还是他演讲稿 你们不信 你不信